Canva是可以讓你做任何的設計、剪輯影片 甚至是建立網站的平台 有越來越多人開始使用Canva了 這期影片我就帶你全面了解Canva 了解Canva的各種基本功能 在看完這期影片之後 你就能夠學會去使用Canva 去設計出好看的作品 嗨,我是Grayson 這頻道就是反觀於YouTube頻道運營 流量邊線以及網路吹熱內容 我每週會分享三部影片 誰都要記得要對我頻道 現在還有很多觀眾是沒有註冊Canva帳戶的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我提供鏈接 可以進入到這個頁面裡面 Canva是能夠讓你去免費使用的 付費的Core Pro會提供更多的功能 更多的素材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可以使用你的Google帳戶去註冊 並且登錄 你也可以選擇這個 使用其他方式繼續操作 就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去讓你註冊Canva帳戶了 比如說用蘋果的帳戶 用你的Facebook帳戶 用Microsoft帳戶 或者是用你的行動電話 都是能夠去註冊Canva帳戶的 先我進入到了Canva的手機這邊 在左上角會有不同的選項 當你把鼠標放入到每個選項這邊 就可以查看到更多的細節選項 比如說設計焦點 就可以讓你查看到視角文件 照片和影片印刷品行銷 這些不同的類別 在商業板塊裡面也有很多具體內容 在左邊也會有不同的選項欄 你可以查看到你已經創建好的專案 點擊進入之後就可以查看到你之前創建的專案 你之前創建好的資料夾都是有的 這個方便選項就是能夠讓你去瀏覽Canva裡面提供的範本 它具體的介面就會是這樣子的 在左邊還會有不同的分類 這個品牌就是會讓你進入到你的品牌工具組 像我就進入到我品牌的工具組裡面了 它主要包括了你的標誌 你的顏色 你的品牌字型 你的品牌口吻 你的品牌照片 品牌圖像 品牌圖示等等 最後一個就是應用程式 Canva裡面是集了非常多的應用程式的 你可以在這裡面去瀏覽不同的應用程式 去搜索不同的應用程式 在右邊就是Canva的首頁主要內容 最上面會有個搜索欄 然後底下這邊會有不同的內容格式選項 在底下就是你最近做好的設計 Canva這個平台它最大一個特點就是 提供了大量的模板 能夠讓你快速做出好看的設計 想要找到符合你要求的模板 我們可以使用這個搜索欄 比如說我搜索YouTube影片縮圖的模板 這裡面就可以看到 有大量的YouTube影片縮圖的模板 但是你可能會注意到了 有些模板的右下方 會有一個Pro的標誌 只有代表你需要適應到Canva Pro才能夠使用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獲得30天的Canva Pro免費使用 或者你可以在搜索欄裡面去加入關鍵詞 然後選這個才看全部 這樣也是能夠去看到所有的YouTube縮圖的模板的 或者是你可以在底下找到相關的選項 比如說要找到社交媒體 這裡面就可以查看到不同的社交媒體 它的一些內容格式模板 有IG貼文的 Facebook貼文的 IG現實動態 WhatsApp動態的 比如說可以找到這個IG貼文的模板 它可以讓我去創建一個空白設計 在這左邊你可以查看到這所有設計的範本 在這上面也是能夠讓你去搜索專門的一些範本的 比如說可以搜索關於冥想的IG貼文範本 這裡面就展示給我所有關於冥想的IG貼文範本了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IG貼文範本 現在我加入了這個IG貼文範本了 我可以是對它進行編輯的 當你選擇完一個範本之後 在左邊它會展示給你這範本的風格 包括這範本裡面它運用到的所有顏色 它的字體都是有的 然後底下會展示給你更多類似的範本 所以能夠提供給你很多的創意 然後對於這個範本我們是能夠進行編輯的 比如說想編輯一下這個文字 例如說更改它的字體 點擊這個文字之後 在這邊你可以更改它的字體 這裡面也可以搜索專門的字體 或者是你有一些過濾選項 比如說你想要扭曲的、粗的、酷炫的字體 都是能夠選擇的 比如說想選擇粗的字體 現在這些字體都是比較粗的字體了 比如說我選擇這個字體 就可以看到它是一個很粗的字體了 然後這邊我可以調整一下字體尺寸 點擊這個加號就能夠增加 點擊這個減號就能夠縮小 或者是你可以看到這個框的四個角上面 它是有這個圓的 當你把鼠標移動到這個圓上面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這樣的標誌 可以讓鏡拖拖 往外拖就變大 往裡拖就變小 這個是更快調整尺寸的方式 你可以更改文字的顏色 點擊這個選項 這裡面你可以更改顏色 如果你方便裡面是有照片的 看法會自動把照片裡面的顏色 都給你總結出來 比如說我把它變綠色 像我的文字就變綠色了 你也可以選擇全部變更 就是把所有的文字都變成綠色 你可以看到現在我所有的文字都變成綠色了 像我滷文字就有個底線了 假如說我現在發現 我的文字之間它的間隙太小了 我可以選這個間距選項 調節字母間距 就可以看到現在字母間的間距就變大了 然後也可以選擇這個效果選項 這裡面可以調節一下文字的風格 比如說給文字去加入個陰影 現在我的這些文字就有些陰影了 我可以把它變得更明顯一些 調節偏移 然後調節它模糊化 像我文字就有一層比較明顯的陰影了 在左邊的第二個選項就是元素 這裡面我們可以加入一些元素 比如說可以加入一些形狀、圖像、貼圖等等 在這上面也可以搜索專門的元素 比如說可以專門找到關於冥想的元素 有一些是靜態的 而有一些是動態的 你可以注意到有些的元素在右下方 是會有一個環環標誌的 這就代表你需要適應到Countport才能夠使用 比如說我加入這個元素 然後調整它大小 放到右上方 這裡教大家一個技巧 你可以使用這個過濾選項 比如說我想找到一個動畫的關於冥想的元素 我就選擇專門動畫的元素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所有CAMMA裡面關於冥想的動畫元素 都在這裡面了 所以能夠提高的效率 再往下一個選項就是文字 這裡面你可以新增文字方塊 這就是最普通的文字 你可以加入你的文字信息 像我加入了文字了 這裡面有預設的文字樣式 它是根據文字的等級的 比如說標題它會大一點、粗一點 副標題就小一些 然後內文是最小的 在這裡底下你可以找到一些字型搭配 你可以快速找到自己想的風格 第四個選項是品牌 這個就是你專門的品牌工具組 你可以快速去加入你品牌的標誌 品牌的顏色 品牌字型 品牌口吻 品牌照片 品牌圖像 可以保持你設計的一致性 剩下選項裡面 就可以讓你查看到你之前上傳的資料 然後繪圖功能 就是一個快速的去幫助你 在你的畫布裡面去繪圖的功能 我可以選擇不一樣的畫筆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畫筆 然後更改它顏色 比如說找到這個綠色 然後在絲上面去圖繪 就會快速打造出一個圖繪的效果 專案就是你之前創建好的專案 然後可以查看到一些應用程式 這個圖片選項 就是能夠讓你專門找到一些圖片的 也是有專門的搜索欄 比如說我喜歡這個圖片 我可以替代這個圖片 我可以直接脫路 就可以看到我就加入一個新的圖片了 假如說你畫面上面你有不想要的元素 你可以選這個元素 然後按住鍵盤上面Delete 就能夠刪除這個元素 在你查找圖片的時候 也是能夠選擇這個過濾選項的 你可以按照圖片的方向 圖片的價格 免費或者專業版的 或者是按照去背影像去選擇 在看法裡面還可以讓你去找到一些音訊 你能夠加入到你影片裡面 在看法裡面也有很多影片的素材 它也是有搜索欄的 我也是能夠加入到我這畫面裡面的 直接拖轉 就可以看到我就加入了這影片了 在底下就是背景選項 你可以查看到所有的背景圖片 如果你還要使用看法的其他功能 在這底下都會展示出來 另外這個選項欄是能夠隱藏的 你可以找到這個標誌 點擊一下就能夠隱藏 然後隨便點擊一個選項 它就能夠出來了 你可以看到我這方框是有帶一些透明度的 如果想更改它的透明度 你可以選這個選項 如果是100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是一個純白色 或者是把它降低 就可以看到它透明度就越低了 就越能夠看到後面的背景 我也是能夠把它變成一個漸變顏色的背景的 選擇顏色選項 這裡面可以看到 預設顏色裡面有單色還有漸層 我可以選擇這個漸層選項 就可以看到這個方框就有一個漸層顏色了 或者是我可以自定義這個漸層顏色包含的顏色 我點擊這個加號 像它的漸層顏色是包含這兩個顏色的 我可以選擇這個顏色 點擊進入之後可以更改它的顏色 你可以直接輸入顏色代碼 或者是調整這邊的顏色 比如說這樣的顏色 然後選擇第二個顏色 選擇你想要的第二個顏色 這裡面你還可以更改它的透明度 比如說是50%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在這邊拖出來 這邊就是完全的飽和度 這邊就是帶一些透明度的 另外你可以選擇這裡 這是一個吸管工具 能夠吸這上面的顏色 像你可以看到 它會把這顏色去吸取出來了 或者是如果想添加更多顏色 可以點這個加號 這裡面你可以提供更多顏色 比如說我再添加個紅色 現在就是有三種顏色的建成顏色了 然後你可以選擇 漸變顏色的風格 總共會有五個風格 這是第二種 這是第三種 這是第四種 這是第五種 另外這些元素都是能夠隨便移動的 也能夠選擇這個選項去讓它旋轉 另外假如說我有這個三個文字 我想讓它進行居中的對齊 我可以全選這三個元素 然後選擇這個位置 這裡面可以選擇縱向的置中 就可以看到這三個文字 就能夠居中對齊了 我也可以同時選擇靠左對齊 還有就是我可以讓文字之間的間距是平均的 我可以選擇整理 就可以看到文字之間的間距是一樣的了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 如果說我喜歡這個文字它的樣式 我想我的這些文字也是這個樣式 這個時候有個非常快捷的方法就是 我選這個樣式 然後再選這個複製樣式 再選這些文字 我點擊一下就可以看到 這些文字就變成了和這個一樣的樣式了 在我們做好設計之後 你可能需要分享或者下載 我可以選擇右上角的分享 這裡面你可以選擇分享給其他人 你可以選擇這個加號去新增形容者 然後你可以選擇只有你能夠存取 或者是任何具有磁鏈接的人 都是能夠存取的 還有就是你可以分享到其他的實際上媒體上面 這裡面可以找到其他的實際上媒體 然後點擊顯示更多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會有更多的功能 一般來說我經常使用的就是使用這邊的下載 這裡面你可以選擇檔案的類型 它會有JPG、PNG、PDF、SBG、MP4、GIF格式 這裡下你可以調整尺寸 但是這個是付費版本CAMAPO的功能 你也可以選擇是否要導出TOM的背景、壓縮檔案 這些都是需要你適應到CAMAPO才能使用的 然後就可以選擇下載了 現在已經學會了 我就使用CAMERA去做設計了 我的頻道裡面還有很多關於CAMERA教程 你可以看這部放列表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能做個影片點個讚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來接更多關於CAMAPO的內容 追蹤我IG能夠和朋友更多互動 那麼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